建会的主委管忠明上午前往立法院背群处女秀当中 还是难掩他学者个性跟在野党的立委一来一往杠起来了 让不少在场的官员暗中替他捏把冷汗 不过管忠明对于立委所提问从不回避 限制他首度表态和四是否停舰还是改舰 三个月内一定会提出评估报道 这带动台湾的就业创造高所得就业 这我们这为什么何乐不为呢 直接和立委杠上 建会主委管忠明新冠上任11日立委处女秀 这场教授级的报告更引发呛蜡几背群 你为什么不要整个台湾全部都现在开放啊 就是怕很多委员反对啊 管忠明有备而来 乔亲自带来笔电 简报投影都是图表并茂 只是刚开始管教授还是有些紧张 这个也许应该是我们和那个 这个委员这问题很困难 不过从管忠明的学者性格还是显露 不时跟直询立委小杠 而且我们所谓贸易谈判也不是去求别人 任何贸易谈判一定是双方互相有利才会做 怎么会是求别人啊 回答不回避也不拖你带水 但炮火还在后头 没人博士 然后就用这种傲慢的态度来对待立委 没关系 继续多用几个你们象征立委 继续在立委和跟我们舍战也没关系 跟着在野党立委一来一往到处够 就连自家立委也替他捏冷汗赶快护航 希望继续努力 今年主技术预期的是将近3.6% 我们希望能够超过他 希望能够进步往上走 能够是 我们希望可以达到 最后谈到核四停建议题 金建会也提出三个月内 完成核四是否停建评估报告 看来管中米任期挑战还不小 东森财经新闻刘思雨张博祥 台北采访报导